大家來的朋友 久不來 久不來 我所有的貿易都猛虧 老師你有沒有想特別推薦 一段路給這些來到台灣的外國朋友 淡蘭古道 就是淡蘭古道 我們稱為淡蘭 有一個比較好走的就是淡蘭古道 因為淡蘭古道在北部 它永遠是配合著溪流在走 就是台灣的山脈的某一種特色 因為淡蘭古道它是一些火山群 然後又一些秋林地都是溪流 所以你走的時候沿著溪在走 我們的祖先就沿著溪流在走 它的開拓方式也沿著溪 所以那個走起來很容易 可是又有山有水 我會推薦這種比較簡單的路線 我覺得可以先從比較簡單的開始 然後體驗很豐富多樣的 一條 就是淡蘭古道 對 因為對於外國人來說 那種熱帶雨林的就比較少 像我們的三千米以上的高山 對歐洲國家歐美國家可能會覺得很普通 但是像雨林一樣又潮濕 然後離城市又很近 可奇性非常高又很原始的 像Jungle一樣的就是淡蘭古道 好 我想推薦兩段 在北台灣有一條古道我們稱為淡蘭 淡蘭也是我們這次大會的主要的路線 希望邀請國外的朋友一起去走 是因為他可以看到台灣這50年來 不同的時間點 不同的聚落農村的樣貌 而且還有一些是有200年歷史的古道 還被保留著 這些都非常值得大家來親自走一趟 另外想推薦的是 譬如說我們現在正在錄影的這段 雙溪溝古道 大家看到這樣的風景 覺得彷彿在一個秘境山林裡頭 但是如果真的大家來到這裡 就會發現它其實大概100公尺外 就是一條產業道路 是一條交通很便利的地方 它其實就在台北市的周邊 也就是說它是在一個首都城市的邊緣 但是它就有這麼自然的環境 然後再加上這個地方也是這一兩年來 智宮門一塊一塊石頭把它修復的地方 也離我們亞洲步道大會舉辦的地點 非常非常近 幾乎算是在同一個區域 所以能來這裡走一走 應該是很棒的選擇 如果是一條的話 然後基於他們對 我會覺得還是推薦陽明山東西大眾走 這個部分 就像我說的 它可以從都會區幾乎半個小時 就進入到國家公園的範圍裡面 然後包含火山的這些地形 然後中間又有一些一路古道的這些故事 所以我會覺得 這個部分是我會認為比較適合 然後在短時間之內 當然如果時間長 其實台灣所有的步道都很值得 特別是我們規劃的那三條國家綠道 我會介紹 和歡山北風這條步道 當然最好是四五月啦 或是秋天的時候來走都不錯 因為和歡山步道我覺得是 最快容易抵達海拔三千公尺 海拔三千公尺的地方 從和歡山北風的登山口走到和歡山 大概兩到三個小時 我覺得這段會讓它感受到台灣的山 是什麼樣的一種壯闊 跟那種在一個熱帶 亞熱帶國家看到北國的高山的壯闊 還有那種從那個地方展望 不管往南展望往北展望 那種中央山脈或是雪山山脈 那種壯闊都在那裡 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我覺得和歡山是我最想推薦給外國朋友的 快樂 為了 和幸福 跟諒